2020的总统大选当中 两岸统独的论述是其中一个要素 那另外一个核心的重点是人气 相对上蓝绿现在看起来 其实政治明星的折损都折得很凶 所以呢在几份总统大选的民调过程当中 柯文哲是一个特例的政治明星 他的民调跟人气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张老师怎么观察 基本上第一个现在距离2020时间还 比较久还有超过一年 所以现在做民调我想参考的价值还是比较大 第二个任何组合里面没有加上马总统 马英九我认为都不用看 张老师为何你那么爱马英九的前总统 不是我爱马英九啦 你对他是真爱 第一个他在政坛的影响力 他是唯一真的跟习近平在就任 当现任总统见过面的人 然后他也是现在对两岸立场表态 最清楚的人 而且他的两岸表态是跟目前中国的立场 是最接近的人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相信他如果无异于下届总统 他需要做这么多的动作 这么明显的表态吗 我想这可能性不高啦 所以基本上来讲 对中国来讲其实目前假定国民党出现了好几组候选人 那在中国的决策模式里面会成为一个状况 就是说不支持马英九需要有充分的理由 这个支持马英九不需要有理由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马英九可以得到对岸的奥元 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是最高的 因为马英九目前已经讲不排除统一嘛 他已经比其他人的表态要前进 所以对中方来讲除非其他人有新的表态 不然的话不支持马英九你必须要有理由 在他们内部的决策模式是如此 那第二个就是马英九是九二共识最正牌的捍卫者 他执政八年就是九二共识这个招牌 这个基本上来讲是精致招牌 签订23项协议 代表说他可以这样子对台湾人民说明说 我这个九二共识正牌 所以在我的时候我可以签订23项协议 姑且不论那些协议到底有用还是没用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未来的一年多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内谁出来参选总统 而不是在讨论民进党要换谁当隔魁 还是谁出来参选总统 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基本上已经不重要了 2020年基本上除非发生非常重大变化 大概选举的结果 民进党应该已经是坐闭上关了 大概已经不会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我想这是目前状况 所以现在情况就是国民党内是谁会出现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马英九前总统的机会 他可能卷动的力量还是最高 因为韩国瑜的当选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基本上媒体的力量 网络的力量是非常巨大 媒体说谁好 网络说谁赞 这基本上可以超过许多的理性的判断 比如说韩国瑜先生就好 他的政见就算他自己也承认 也不是十全十美 但是网络站在他这边 这个基本上整个宣传资源也站在他这边 这跟国民党有没有党产是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国民党不但是没 这次他的党产就是台湾人的头脑 他对台湾70年的统治造成台湾人对一些事物 这种刻意就是说已经具体的固定的看法 这个就是国民党最大的党产 所以这次虽然号称 所以国民党所谓的没有党产 就国民党选的那么好 这个号称说这个所谓的转型阵营 结果证明是彻底失败 完全没有对国民党产生任何的作用 所以国民党的党产 可以说是已经化为台湾人的思维 进入台湾人的灵魂 这个比任何有形的金钱还有用 以台北市来讲就好了 我住的大安区工作的信义区 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全面茁壮 彻底壮大完全没有消失 那就是大盘商消失而已嘛 那中盘跟其他的支持者都还在啊 还在啊 而且他基本上说 国民党党产到底到哪里去 我看就像韩国瑜一样 他在高雄的这些宣传的这种力道 也绝对不会小绝对不小 那在台北市 这个国民党基层组织的重要 譬如说参选里长的人大爆炸 国民党的党部民众服务社的 这种活跃的程度 然后提供给候选人 候选人看到的这些看板旗帜 招待这种各种的餐点 然后小纪念品文宣 这个是完全是回到过去 我们所熟悉的状态 那张老师我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因为我有企业界的朋友 昨天打电话给我 他昨天人就在高雄的就职的 韩国瑜的厂置 他在三四个月前是有捐钱给韩国瑜的 我可以回应你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蓝军的支持者能蓝赛 再来支持蓝军的企业家能蓝赛 所以中间跳过党产或者跳过党 不需要党啊 就是说支持者跟支持的资金 直接支持他支持的对象就好了 这还是去中间化的概念啊 政党尤其是国民党党中央 这一次在几个地方选举里头 确实有去中间化的效果跟效应 然而国民党的党中央还是负担了 党内的党工组织的薪水跟开销 这个我承认 可是光三千万的开销不足以选举嘛 大家睁大眼睛看 韩国瑜在网路上砸的广告 或者在传统的媒体里头 最后追踪曝光的广告 那个都是需要钱的 那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矿泉水 可是谁买单呢 很快补充一点 这是一个去中间化的过程吗 很快的补充一点 我们到海外去募款 或是中间 每个人都说 我的指定捐款给韩国瑜 真的是海外非常多人指定 这是OK的啊 对我就说马上是完全 就直接指定就是捐给韩国瑜 不需要捐给国民党 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资金是这样子到位的 其实你再去观察 柯文哲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他借由网路平台争取的经费 对不对 我不知道柯文哲的支持者 或者支持捐款的经费者是谁 谁是provider我不知道 然而他就是直接指定对象是柯文哲啦 柯文哲以外的他并不买单啊 以这次来讲 去中间化工党的党中央的角色 可能弱化了 然而支持者跟支持的资金 都仍然存在啊 而且未来还会存在 我的观察是他们会一直存在 我想这个基本上来讲 如果有人愿意捐钱给国民党的支持者 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这样子的人当然广义上来讲 这是国民党最宝贵的资产嘛 是 因为你抓不到他嘛 你说这个没有党产 可是这些人的钱 你不可能去取缔他的钱嘛 这些人的钱不但独派抓不到 我的观察民进党也抓不到 民进党当然实 蓝绿在台湾其实企业界的这个捐款者 是有不同盘的 所以这个就是长期来讲 对台湾对民进党的未来 一定要看坏的最大原因 好民进党基本上看来希望是 没什么太大希望了 说老实话 就现在这个结构的状况 那第二个讲到就是 我们常常讨到就是柯文哲柯市长 其实我认为这也恐怕就是一个 短期的现象 他没办法复制他的经验 变在其他人的身上 然后呢他有没有办法 把他的现在这种政治资产 好传给其他的人 就像当时宋楚宇宋 虽然市长总统选输了 还可以创立亲民党 一度还有四十五席 我认为这个都很难再复制了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你说 好民进党提名这个 姚文志立委参选这个市长 好这个辅选的力道 我想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大家自己判断 结果柯文哲就差点落选了 所以其实现在来讲 大家觉得好像民进党 非常需要柯文哲 可是我们就一个市民的角度来讲 我像柯文哲恐怕也更加需要民进党 因为未来他不管参选 他如果假定他想参选总统 没有民进党支持者的气宝 那根本没有机会的 那么如果国民党发动 像支持韩国瑜这样子的力道去 转而去攻击柯文哲的市政 那我相信很多事情 也会一一大白于阳光之下 我想这个很清楚 尤其是他的政策 真的这么受台北市人支持 比如说你像机车行车格 那个要收费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只是因为他现在选举刚过 人气比较高 人气比较高 实际上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说未来的选战 国民党不管出动谁 那这个基本上最可能的状况 就是绿营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在这种情况下觉得气宝柯文哲 不然的话就是一句老话 不然你要让国民党赢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进党自己的候选人被气 然后支持柯文哲 这个才有可能对国民党 形成一点点的威胁 但我认为那个威胁还是不大 2020基本上来讲 这个状况来讲大概已经确定 重点是国民党是谁出来选而已 好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